最近呢由于咱们温度呢比较高 咱们平时呢喂食量比较大 每个鱼有的鱼缸呢都或多或少的 有一些青苔还有鹤藻 最近呢也有很多鱼有呢 在咨询能不能养一条青稻夫 在这个缸里边 吸食这个缸壁的绿藻跟鹤藻 我建议咱们大家啊 最好呢就不养这个青稻夫 因为这个青稻夫的话 它是属于能吃能拉型的 像缸壁的鹤藻的话 它是能除掉一部分 但是呢也不能百分之百的除掉 另外一点呢 那如果说像鱼的话 体表黏膜受损 或者是有危创的伤口 这个青稻夫的话都会去追咬 像咱们大家呢应该也了解过 像咱们鱼缸壁上面的绿藻跟鹤藻 这么难清理的这两种藻类 这个青稻夫的话都可以啃食掉 更何况咱们鱼身上的体表黏膜 以及受伤的地方 另外一点呢 像这个锦里的话属于冷水鱼 像这个青稻夫属于热带鱼 咱们在这个季节 这个温度暂时还可以这种混养 如果说到了冬季的话 就一般的话会很难养 所以说呢 咱们不把这个锦里 跟青稻夫混养在这个缸里 那如果说咱们像这个鱼缸壁脏了的话 咱们最好呢 就用这个鱼缸刷 给它擦一擦就可以了 咱们最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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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